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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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王博士给大家带来的歌 期待 我特别想听的是 他选的这首歌曲很特别 一个大男人 唱在水一方 柔情似水的这种歌 我就想看他到底怎么演绎的 燕子好像对我这个选歌颇有微词 不不不 那这样吧 我今天再选一个 让你更惊讶的歌曲 献给大家吧 好啊 也为了吻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可以吗 好啊好啊 谢谢 是海上也無人 沒死去 沒死了 海運 海運 總馬這幾天來走 三分親主張 一分靠大廟 愛你呀 姐呀 愛呀 夢想集結號 愛賓才會贏 我跟大家湊了一個秘密 實際上我們的王老師他是學鋼琴專業的 大概學了多少年 二十五六年了吧 你才多大呀 三十二 所以我覺得我們讓他唱歌其實都有點難為他 我們經常開玩笑說王磊老師是我們吉利省的小狼狼 我跟老王經常這樣評價 所以沒有辦法把鋼琴抬了 但是我們聽到歌聲了 也希望把這個祝福送給所有的選手 愛拼才會贏 那接下來我要告訴我們今天來參賽的所有的選手 通過你們的努力 如果你的夢想可以實現了 能夠進入我們的年終總決賽 最後獲獎的這位選手可以獲得 由吉林華通長安鈴木4S店提供的 鈴木千羽一台作為我們的夢想大獎 好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第一位夢想者 有請 你十一歲的時候在幹什麼 吃完聊天還是在看唱歌呢 不不不 那些都是你的 不是我的 我叫王磊老師今天十一歲 是一名初一的學生 我每天做的最多次就是上課外班了 唉 我也想玩啊 可是沒辦法 我實在是太忙了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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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什么样的角色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角色 但是我在那里头 就是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张无忌了 张无忌 帆帅呀 对 他长得很帅之后 很厉害 还有喜欢的女孩特别多 对 也有这个原因 你才11岁 你觉得喜欢的女孩特别多 这个事你也挺羡慕的是不是 有一点吧 那你在舞台上跳舞 在你们学校里演出的时候 你们下面也有其他的女同学 特别喜欢你吗 汪姑养了 我也没看下 那他们有在私下里说 你跳舞真棒 可喜欢你跳舞了 有传言是这样的 我专辑拿上来 这都有个人大碟了 我觉得那个燕子可以射了 你看这工作人员 已经不受咱们摆弄了 工作人员拿上来 是送给我们的吗 我看这样子像啊 是给你们的 来什么 赶快赶快给老王苏签个字 叶明知道他这个专辑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 他在专辑上写了四个字 无法无法 太酷了 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创意太酷了 这我就说嘛 这哪是到梦想极极号来展示来了 这明显就是到这来 开个人的这个发布会了 来请现场记者给我们 给我们合个人好吗 一二三 我说句最实在的话 刚才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别管王磊有多有名 是什么博士 米烈是什么年度总冠军 老王是什么全城热恋的资深媒体评论人 在他的面前一下子都暗淡了 宝贝啊 我的呢 我的光碟呢 我的呢 没准备 吓死了 因为我还不知道 这个节目有个主持人 我本来呢是站在想 想帮你多说点好话 那你觉得不需要 那我就走了啊 燕子你去 可以 可以 走吧 走吧 孩子 你就不怕你燕子姐 万一暗示 某一位评委 把灯再给你 红起来吗 我相信你们的眼光是雪亮的 应该不会受外人干扰 就谁是外人 谁是内人 你心里明镜似的 是吗 不是 我就是外人呗 是吗 不是 我是两个级别的 一个是主持人级别 还有一个是评委级别 所以你给评委准备礼物了 没给我准备礼物 是吗 你送给我一份特殊的礼物吧 给我一个拥抱好吗 行 要不我小心眼我记仇 哎呦 哎呦 太幸福了 好 来 我帮你说服王磊老师 来王老师 零也收了 别也拿了 字也签了 像也照了 差哪呢 没差哪儿啊 没差哪儿啊 差哪儿呢 没差哪儿你干嘛呢 谢谢王磊老师 你这是他的礼物 那王磊老师在这儿 我们恭喜你 进行 恭喜 谢谢王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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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叫王磊老师 你叫成果范 我那时候 我又大 我俩是搭档 今天来表演 我会耍刀 我会摸我家菜刀 我会东北大洋的 我会看东北大洋的 我会健身球 我会打我家的羽毛球 你这么烦眼 你啥也不会 你又啥说 全是我啥也不会 我会体育舞蹈高男 那咱们俩就来一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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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感觉今天发挥怎么样 可以吧 跟我们能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吗 我们的梦想 我想带着我的老公去海南旅游 我是跟他同样带着我二人 老伴上海南 你俩不是一对啊 不是我们俩搭档 你看 米粒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刚想说你们两口子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幸亏没说呀 多亏话没出口 人跳舞是一对 生活中各有各老伴是吧 各回各家 对太默契了 是吧 你们俩是不是在跳舞的时候 舞伴之间是不是也得有谁说了算是 他说了算 我说你说了算 他说了算 他说了算 他不是我 因为你你你混了什么武术啊 我怕你 有时候就贴你的 哈哈哈 我干不过他 就是他说了算 哎呦我干不过他 他弄啊 谁弄啊 他弄啊 他咋弄啊 他咋弄的 那这啥都得扶着他 啊 你别打那折了 他最厉害了 他咋厉害了你说说 你厉害了 那武术的小脚丫 一整个高脚 刚那个脚的那往嘴巴 闪 哈哈哈 哎呦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梦想集结号爆料 这一对舞伴背后不合 哈哈哈 阿姨你想听一点 呃 我就是呃 不成熟的意见吗 阿姨的服装太过于民族化 然后叔叔的这个服装过于西式 过于正统 我们都叫大哥大姐 你怎么叫阿姨叔叔呢 辈子都差哪去了 呃 那我也叫大哥 叫大哥大姐 选年轻 好大哥大姐 呃 然后呢第二一点 让我觉得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 你们俩跳的是tango 是吧 体育舞蹈高难跳起来 呃 对 在你们的这种体育舞蹈里边 我发现了很多tango的元素 然后当时你们在选曲的时候 选了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 这样一首民歌 也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所以基于以上两点原因 我给你们 大姐 别让他把这话说完 你呢一点 求求王老师 别求 你用呢的方式对待一下他 对对对 嗯呢一下 我给你打套拳吧 呃 好 我知道 打套拳让你知道他的 他到底有多厉害 正是我一下是吧 对的 我就是想要的 对我说 你给你打套拳 你才能感到的 你的这个这种气质 真的是一种学者气 你们两个有共通之处还是 我能有他这么好的气质吗 那是 我借王老哥这句吉言 我把灯给他灭了 我希望我以后老的就能 这个样子好吗 恭喜你 晋级了 谢谢 恭喜恭喜 各位观众评委老师好 好啊 在下唐磊风铃二十一 家住长城市二道区 这乡游离了 小池塘进路他灵溢 一圈一圈反省 那圈灵依旧被微风凋零 翻月向路一抹的梦 长不过天地间 每一片如青涩般浮现 落雨深地的滴滴 回到这情深心里 若如地美美叹息 但我动听 成万事丫里滴 满地的你眼幸运 我发现身边的你 默然回避 却像一段情节 爱无非看谁成见 而你对一树影都回不去 看到台上三盏灯 好像有一点失落 跟大家说一下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希望请我爸妈妈 能在台下听我唱一次歌 在我三岁的时候 我爸妈就离婚了 我跟我爸过的时候 家里很久 我爸就想希望 找到政治工作 好好工作 唱歌对他来说 就是不务正业 我希望他们能支持我的梦想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想接这次的机会 想跟我爸妈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口饭 因为 十年 没有过了 你是希望你爸爸妈妈 再重新和好 然后再变成一个 很幸福的一家人吗 对 我想接受这次机会 所话说得好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缘未到伤心处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站在台上 为我们泪流满面 我觉得这已经足够 说明一切了 我觉得我可以 因为我不能代表他们 我可以为你实现 这个小小的梦想 我也期待着 能给你一个惊喜 然后我也非常希望 你能还给我们一个惊喜 好吗 谢谢老师 今天王磊老师 已经不站在 专业评委的角度上了 已经是站在一个 感性的一个评委的角度上了 其实我在听他前面唱歌的时候 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但是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 湿润润的东西在我的眼眶里 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 我会抱怨 但是我觉得跟你比起来的话 我真的很幸福 很幸福 我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实现 你想让他们复合的这个结果 但是希望你们至少三个人 团聚在一起 感觉一下这种团圆 所以这个绿灯 送给你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位评委 已经把灯 从红灯转为绿灯了 但是我想跟你说 唐磊 究竟你爸爸妈妈 和你三口人 能不能坐在一起吃饭 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评委 也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栏目组 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 你爸爸妈妈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 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 能够说出你的这个想法 其实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让爸爸妈妈都看看节目 他们就会知道你心里的想法 然后我们再帮着你做工作 谢谢 无论进局与不进局 我觉得这个梦想 我们都会尽力去帮你实现的 谢谢 如果我这盏红灯给你亮着 所有的观众又会说 老王不尽人情 可是我今天必须给你指出一点 你觉得你演绎这首歌 能代表你自己真实表达的感情吗 我觉得这首歌是比较书型的 像我的这样 你再演绎一首别的歌行吗 能够代表你这支水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想 snap 小伯酸在彼此眼前 小伞在彼此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初歌angs 也看不见你有些还原 VIN Xbox flowing 给我的一切 光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坐在下边 用一些表情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坐在一转眼 发现你的脸 而且我们不会再想走前 干嘛不选这首歌呢 对呀 你就非得让你老王哥如此纠结吗 王哥服装四十一天租挺贵的呢 唱这个能穿这身呢 我觉得因为坐在评委的这个位置 我必须得对自己负责 我的决定是 梦想极箱号的乐赛 会给你爸爸妈妈留出最好的位置 继续 恭喜 谢谢 乐赛加油 谢谢 乐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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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谢谢 乐赛 乐赛 继续 乐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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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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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烈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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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咱们星光大道选手都这样吗 都背后捅刀子 我刚说开始两个手一起上 我看身体都直接压上去了 谁让你找我们评委摆腕子的 我们就这龟子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都是一伙的 你快回去吧米烈 你快丢死人了 快回去吧 这算不算一种潜规则呢 他竟然给了米烈一个 这么轻易赢他的机会 就给个台阶下了是吧 主要是人家的这个生杀大权 都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老王 我想问一下小伙子 你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参赛 还是以你们组合的名义 以我们组合 告诉我们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的梦想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舞台 来参加更多的上演机会 一方面可以得到锻炼 一方面还可以挣钱 就是在外面获得一些经验 是我之前 小伙子 你的舞蹈 我很欣赏 可是今天 你的八位同学 我觉得跟你配合的 不是特别好 在这儿 我这一盏红灯给你亮着 我想让你有一个选择 因为你们的水平 真的太沉思不起了 如果你以个人的名义 下次再来参赛的话 我今天的绿灯 就可以为你亮起 另外的话 那就是 今天我的红灯要坚持到底 因为确实没有达到 我心中的标准 我觉得五秒钟吧 我们彼此给双方一个机会 好不好 好的 来 我们五秒倒计时 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来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老王最后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 取决于你 小伙子 告诉我们 可以吗 呃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平时练舞拍舞 都在一起 比较 艺术不是哥们一起 我认为我们在一起 很团结 就是一个艺术 所以我选我们的团队 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今天你们的演出没有达到乐赛的标准 嗯 所以我的红灯不能为你翻转 但是请你们加油 因为你们还很年轻 很遗憾 谢谢 好 加油 加油姑娘们 加油小伙子 再见 我叫李露西 今年二十五岁 呃 来自长春 是一系国际物流的一名员工 呃 我今天参赛的曲目 我今天参赛的曲目 打赏的话 是一曲 不好意思 我今天参赛的曲目 等会订阅 你没有时 继续 还有您的τά 对 是 不过 就 无论 怎么 不过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大部分人知道陈小春是因为他的电影 陈小春他在演电影演电视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所以他的歌难度并不小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作为欣赏 作为去聆听这个都可以 但是在自己演唱的时候 我建议你选一点其他类型的歌曲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物流的人员 然后把这歌唱成这么好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米莉尔咱俩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男人 他们不懂女人 他唱的歌就容易打动女人 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觉得能否打动人和性别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能做到打动自己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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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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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郁曼都抛出去好吗 123 跟着我 咱们叫 123 我是一匹来自北法的辣 走在乌云的光阳中 凄凌的北风启过 慢慢的风沙热光 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 抱你 我看到了 好过瘾啊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这位选手来说 已经像他的演唱会一样了 那些都是你的粉丝是吗 谢谢大家 是吗粉丝吗 唱得好不好 太棒了 你真的是民工人吗 对对对 刚刚大学毕业 然后进入咱们上班 在哪上班呢现在 在一系大中 每天八个小时 然后就是重复的在做同一件事情 你是 拧螺丝 对 然后每一天就是说要拧一千多个螺丝 就每天拧螺丝你都是怎么度过的呀 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戴上耳机 然后听着音乐 然后边听音乐边唱歌 就在你那车间里面就好起来了 对对对 那别的员工别的同事怎么办呢 都是慢慢刚开始就是不习惯 然后后来慢慢都适应了 所以我觉得你还有别的歌曲可以跟我们展示一点 有 嗯 还能唱点什么 唱一首 动力舞者的彩虹吗 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这首歌 唱两句 谢谢大家 身为一道彩虹 尽全力也要 换你一段笑容 够了 我爱你 不必人懂 我只要你懂 好 我怎么觉得在她的声音当中 我听出一点张雨生的感觉呢 没错 我也觉得 你能再试一句张雨生的歌吗 对对 一句就行 如果大海能够 我会存在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如果神情往事 你不再留恋 就让她 随风飘远 太棒了 我觉得太有舞台的这种调动性了 这么唱 王磊老师都没把你打动 我的歌声很有舞台表现力 煽动性非常强 然后你觉得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感觉音乐对于我来说 真的就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 那你觉得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站在这里 我唱歌给大家听 我被这里的聚光灯笼罩 而且大家给了我这么热烈的掌声 也就是说你觉得 我感觉我做到了 实现梦想了 是吗 每当上班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无聊 或者在上夜班 自己发困的时候 我都会用我自己的歌声 来打动我自己 因为我很享受唱歌 很享受唱歌带给我的快乐 你用了享受这个词我很喜欢 然后呢我是这样觉得 你在舞台上的时候 你调动观众的这样的功夫做得太足 会影响你的演唱 会分散你的注意 然后会使你的演唱不够完整 这也是我灭灯的原因 但是非常巧合的是 就是rock这种音乐 最开始的时候 它就诞生于工业社会 它就诞生于那些大工厂当中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舞台来说 你这个风格非常清新非常特别 我觉得我还是很欣赏的 但是我觉得汪老师 这是年轻人的机会 他二十三今年 但是老王哥你要知道 我不是上帝 你不是上帝 可能音乐带给他的 只是那份内心的满足于充实 可是带给不了他 但是我们在这里听他唱歌 你听到下面的掌声就知道了 他给我们台下的人很多力量 对不对 谢谢老师 我不希望音乐成为你宣泄你情感的一种工具 我觉得恰巧 音乐就可以作为他宣泄情感的一种工具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能你的音乐就过于直白 过于苍白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 对 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用音乐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能生活的更好 为什么不可以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 360行行行出状元 为什么他的工作带给 带给不了他快乐呢 冯老师 冯老师 当给我们个面子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 我相信他能做到 好 谢谢老师 最后 最后五秒钟 那 4 3 2 1 我要说 恭喜你 通过了 谢谢老师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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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很有必要采访一下王老师 我能感觉到 你是担心你纠结的点 是怕这个年轻人承受不住音乐所带给他的东西吗 有这个原因 因为 或许他现在在他的实际生活当中 他感觉到他的工作是无聊的 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说他觉得是令他很失望的 可是当他真正踏上音乐这条道路的时候 非常有可能给他的感受和结果就是 他无法承受音乐带给他来的生命之痛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奉劝每一位音乐爱好者 就是 能承受音乐之荣 也必 也必须得承受音乐之痛 对 我们要正确面对自己的梦想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梦想者 谢谢 昨天 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再痛再难 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是 失落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太天白 人生好爱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人生在尘世间 难免会有些波折 坎坷 没关系 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踏起 让我们昂首脱步 从头再来 谢谢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是谁呢 我想找一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工作 有的朋友说工作很简单 去哪儿还找不到工作 我是一个比较 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身体有病 我左胸长了一肿瘤 因为我现在不能处理 知道吗 然后那个 所以说有一些地方 我就是 不能适合我工作 就是我不能打工 说到我自己 说说我自己吧 我挺惭愧的一人 曾经我也是 不敢说辉煌 反正我还算可以 我有过两个饭店 一个台球娱乐中心 还有一家路向亭 后来我就 挺不错的 非常好了 非常好 两家饭店 我就飘了 我就飘了 就有点 就有点木染了 不知道复制所措 有点自我膨胀 后来我就沾染一个 非常非常不好的 一个恶习 我沾染上的赌博 输得我是 几乎倾家荡产 现在的我 一无所有 一贫如洗 唯一让我庆幸的就是 我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有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妻子 在我心目当中 我的妻子呢 绝对是贤良输得 现在支撑我们这个家庭的 就是我妻子 她在打工 因为我干不了 知道吗 一个大男人 你的责任何在 你家里就放在妻子 然后去打工 就挣那么点钱 能养护一个家庭吗 现在不但说养护家庭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好像在养护我 知道吗 昨天我妻子给我打电话 说这么一句话 男人其实最不想听的 前面两位评委 有两位评委都是男士 就是不想听到女人说 不管是你妻子 或者是你什么 越近的人说 你心里有难受 你有没有钱回家 没有钱 我借我给你用二百 我借你回来吧 就这样 告诉我 你最辉煌的时候 你的家产大概有多少 我最辉煌的时候 就是在二十五六岁 二十年之前 那个年代 王老师应该知道 那个年代钱非常实 知道吗 那个年代我可能是 五六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能告诉我 你现在的家产有多少 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我现在兜里有二百零点 二百多点 二百多点 那你现在是 而且我再说一下 我非常感谢咱们 吉林那个电视台 这个生活频道 太人性化了 而且我这几天是咱们 吉林电视台给我安排得住 我是这样知道吗 要是这几天还在花我自己钱 我估计我可能就没有钱了 所以说 不论是身体如何 现在我都不去想 我一定要做事 我一定要做事 要干点什么 好 好 我想站在这舞台上 无论进居于否 我想对我妻子说一声 对不起 你辛苦了 好 我觉得你该说的非常准确 浪子回头金不换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拥有着一个完整的家 你的妻子 他在你最偏离正道的时候 他仍然在你身边 谢谢 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他现在仍然陪伴着你 所以说我在我有生之年 在我以后 无论我到什么程度 我就是想 一心一意地 我好好去照顾他 好好去爱他 好好去疼他 一定能做得 对 对 是这样 是吧 我这样子我有个建议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要更爱 才成败 人生好满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带着你的故事 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 我就觉得听得我热血很快 人生无论走到任何的一个状况 只要能够我们在原地重新再来 就胜过一切 我觉得我对你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你在第二次演唱的时候 歌里面有故事有情感有说服力 我觉得你的故事很让我感动 所以我非常想把这盏灯 再为你亮起来 谢谢王老师 谢谢 好 那究竟老王的灯 能否再次亮起来 有请我们这位大哥 站在等候区 好吗 老王 倒数十秒 九 一起来 恭喜你继续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 恭喜 谢谢你们 三位观众朋友 谢谢片方老师 我爱你们 谢谢 我们也爱你 带我们为别人也好 谢谢 谢谢 我爱你 谢谢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你在考考考雨时 你要感觉 我们也感觉到 我不来见到 这么一盏 面一盏灯 我们希望今天的灯 全都能亮着 老王 老王 加油 亲亲姐妹团 加油 我爱你 好 好 我爱你 好 我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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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啊春秋花野 啊春秋花野 凌晨如是你回不回 走进我的梦前 Matthew 我觉得自己好有信 大姐们好 哎呦 哎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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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哎呦 我这 Intern Frederic rakamen 正常看的节目 我行一个下你的说话可以吗 行啊行啊 看啥呢 你女的 你家宾都有反应了 你怎么没动的呢 上去啊 我都这么厉害的嘛 老王 笑容可惜的开始就点评 给大家特别有才 特别有才 哎呀老好听了 最欣赏你 但我希望今天 为我们亮灯吧 亮灯谢谢 老王 不为我们的粉丝亮灯 你不够意思 我这灯今天我要不变 我都出不去这门 我看出了 以后我都不好意思 见各位了 而且收拾这个意思 必须的给我们亮灯 你看米粒多好啊 它还是中央来的呢 是是是 老王 大姐们来 我们这个舞蹈队 是20多人的姐妹 今天我们只来了8人 我们是7年来风风雨雨 总是在练 但是我们的梦想就像 上咱们大舞台 星光大道 我练成你吗 我们每周都练两次舞蹈 我们都在一起吃 从大汗淋漓 从早晨一直到晚上4点 那这中午饭怎么办呢 中午饭在一起吃 还有我们自己做米饭 然后大家带点菜 然后我们始终是这样和谐的一个团体 但我们还有默默支持我们的老公 对我在想 我们默默支持我们的老公 在这里咱们说一声 老公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说 每一个优秀女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非常殷勤的老公 这一群优秀女人的背后 有一群老公啊 坐后盾的 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刚才 我觉得你们刚才说 那个对老公说的话 是太应该的了 接下来 我们瞅着这两个男人 主公这两个男人 行不 就是这俩男人的水平和素质 明显不如你们背后的那些男人 我爱你 王老师 对不住了 我受不了了 王老师 谢谢你们 加油 那个王老师 小伙子 给桃阿姨们一票 对吧 阿姨我都不忍心看你们 我觉得无言面对你们 咱们这个舞蹈 稍稍显显得有一点单调 然后呢 如果能在咱们的舞蹈表演当中 稍稍参叉一点歌唱 或者是其他艺术形式的这种 穿插 然后我觉得会让咱们的表演 更丰富 更立体一些 实际上我觉得在 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其实如果他们要上去的话 我觉得可看性也是很高的 因为她这个舞美的这种感觉 包括每一个阿姨的脸上的笑容 还有那个精气神 太棒了 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丽莲 我觉得是这样的关系 燕子 因为这么多年 我太知道她了 她从来都是把观众视如自己的亲人一样 今天王老师 你这灯不反转 你分明是不给燕子面子 你明显 王磊 你明显是对于我们的舞蹈 我们的舞蹈不满意 跳的还不好吗 小王啊 你知道吗 外面我们好几个老公在车 在等着我们 一直等着我们 小王 我觉得这样 现场的观众 现场观众 安静 好 现场观众 咱们一起 道出我们的感觉 谢谢了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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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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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的哥哥到了结婚的年龄 对 为什么您给他买房子呢 家里是农村的嘛 想要在城里买一套房子 花四十万五十万六十万 那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事情 哥哥现在有女朋友吗 还没有 要想找女朋友的话 首先你得有一个安稳的家 所以说我觉得房子对我哥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这是你理解的 对 是不是哥哥曾经为你做出了很多让你很感动的事情 所以你才这么会惦记哥哥 确实因为在我刚刚步入长春步入社会的时候 又学唱歌 所以说要想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 很难很难 那个时候我哥有一个出国的机会 也放弃了他的非常大好的前途 留在长春跟我一起拼搏 所以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我看哥哥今天来现场了 哥哥之前知道你有这样的梦想吗 之前不知道 我跟他说 我说我有个比赛 我说我要跳舞 要不然的话他不来 好 来掌声有请 耀鸣的哥哥来 有请 用谎言把哥哥骗来的 放心 这哥俩长得真不像 你们家营养都被哥哥吃了吧 刚才在台下听到他的梦想 是不是吓一跳 对 刚才我在底下确实 因为他唱这个歌 他之后唱过两回给我 一个是他刚学的时候 一个是他在一次演出当中 知道我去偶然加那么一个即兴的小段 记得我哥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 眼眶都是红红的 所以说今天我这个梦想 还有这个站在台上的这个和歌曲 特地就是为了我哥哥演唱 特地送给他 作为一个礼物 好 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漂亮 无论是低音还是高音 他低音特别沉稳 他整个都特别沉稳 高音特别是假声的部分的时候运用的特别漂亮 而且换线点没有横迹 我觉得看到你们兄弟俩 你看这么融洽的状态 心里最高兴的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亲兄弟呀 真是能处成这样 其实也不多 而且弟弟今天的这个梦想 其实挺打断的 别说这个房子有多重要 但是我坚信一点 因为之前我跟燕子一直在做相亲节目 全程热恋嘛 我相信在满街都是追求宝马的女孩 追求LV的女孩的时候 一定会有喜欢坐在自行车上 然后背着这种布置的 翻布包的这样的女孩子 而在这个房子追求房子之余 实际上你未来嫂子和哥哥的爱情 其实更重要 对不对 你的歌声很打动我 我听你 一直听你 谢谢王磊 谢谢 谢谢 很难得的是王磊老师啊 就是专业的服务者能够一路一路 六个字 喜欢你 没道理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在这里掌声恭喜这一对兄弟 晋级了 晋级了 恭喜恭喜 感谢明一位整星冠名播出 感谢吉林省汽车租赁行业协会 感谢前缘酒店集团 长白山前缘宝石温泉度假酒店 同时还要感谢 由吉林华通 长安陵木4S店提供的陵木天宇 作为我们的梦想大奖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下周梦想集结号 我们再见 你这床告语太多了 续续绕绕点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不讲不足呢 先进行做我的 我给你了 被他笑你 不行我让王老爷过来抱抱你 那好好年 这姑娘真权呀 我一定要做三种好人 那个种种都是什么种种 要什么自兴去 啊 啊 哈哈 哈哈 哈哈